吳卓熙今日以店長身份出席慈善義賣活動 以行動支持貓狗領養 他透露家裡有養貓和養象龜 打算遲些再領養一隻狗 因為自己本身都很支持貓狗領養 前陣子我自己領養了兩隻貓 希望下一年我自己也有朋友在做 例如接收了流浪貓狗回來 放在家裡 放在網上看誰來領養 狗 貓 貓 他們自己是很好 我的朋友是整間屋 租了整間屋 他們住在頂層 下面那兩層 都是來收藏貓和狗 其實我來年都打算領養狗 其實我媽媽都說的 其實我應該去做動物園 或者去海洋公園那些地方去做 因為自己家裡又養貓 又有龜 我的龜很大隻 其實我養的龜是 是這麼大隻 是陸龜來的 是陸龜來的 象龜 是 但是它現在的尺寸這麼大 那時候是這麼小隻回來 是 所以 所以 傭人姐姐就是我家的支主 因為我家裡的動物 其實都是最跟著我傭人的 跟著我媽媽她昨天說 你就是失敗了 你養牠 都是跟著傭人 我希望可以支持貓 狗 動物 我覺得是 有很多毛小孩 我覺得是需要去照顧的 其實從小到大都是喜歡養動物的 我小時候什麼動物都有養的 雞仔 鴨仔 兔仔 龍蝦仔 鹽蛇仔 即是那些鳥仔街的 叫來餵鳥仔那些 我就買回來養的 飛虎是不是再拍 飛虎應該月 10月中 10月中 這次找了一個 荷里活巨星來 誰 沒有啊 我未知 因為我 大概的男生的演員 就知道誰 因為有些女生 他們還在找 小姐還在 我聽很多人說 都有一些去 Casting 找他們去視鏡 找一些女生的角色 因為幾個主要的男生 都是我 Bosco 三哥 這樣 這個是不便的嗎 這個 飛虎 是那些 可能反派會 找一些 以前的一些演員 很入形入格的 暫時 他們就在談 希望 反應會比飛虎一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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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 大致上的故事 我還未去聽到 因為他 Bosco 說要練定英文 練定英文 做甚麼 因為要看你 巨星 是不是Bosco 自己選的 這麼勤力嗎 是 他自己選女生 那你想選一個嗎 我沒得選 不是小姐選